同學棒子很自然的拉到後面以後 打到球 打到球以後 教練首先介紹樂樂棒球基本技巧 小朋友們仔細聆聽 會推廣樂樂棒球運動 運運國小特別舉辦樂樂棒球東令營 教學內容包括基本技術訓練 體能活動 嘗試介紹及分組對抗賽等 希望培養學童運動的興趣 樂樂棒的話它有一個特質就是 它比較沒傷害性 所以學校在要放假的部分 就是鼓勵小朋友就是來報名 學校有老師還有同學就是來帶領 我們就是讓這個樂樂棒球 就是活化這個運動 讓大家能透過樂樂棒 喜歡運動 熱愛運動 教練親自示範打擊動作 接著小朋友們兩兩一組 進行投球的練習 樂樂棒球是採用泡棉製作的安全棒球 不需要投手也不用手套 具有安全打不遠 不受強地限制的特性 是非常適合國小學童參與的團體運動 它的差別是跟一般的棒球 棒球的話是由投手丟出來 樂樂棒的話它是放在原位 所以每個小朋友都有能力來打安打 透過這個運動的話 讓小朋友就是克服對球的一個恐懼 然後這個運動因為它是海綿球 所以打到也比較不會痛 所以它打了以後 它其他的跑的方式是跟棒球是比較雷同 在教練的指導下 不論是打擊或是接球等 每個人樂在其中 樂樂棒球除了能夠運動健身外 過程中也能激發學童團結合作的精神 體現品格教育的發展 因為打棒球可以讓我很放鬆 因為就是很好玩 可以跟大家一起玩棒球 可以一起防守一起打 因為我不想我在家裡玩電腦當宅男 就是比較可以體驗到戶外 休閒體育 看到大家認真投入玩得那麼開心 副議長拍一拳感謝校方用心策劃 期望透過預教娛樂的方式 讓學生體會球類運動的樂趣 並養成規律運動的好習慣 民意新聞洪一輪 玻璃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